这栋豪宅被视为大值最新的指标性豪宅 现在工程进入到最后收尾阶段 而石家登陆也已经出现了第一批交易记录 黑白相间的外观设计 豪宅打造水墨化的空灵质感 也让这回一口气就出现四笔交易资讯 总价都高达两亿以上 拆算每平单价落在148.5万到160万之间 瞬间熔灯大值豪宅第三名 国美大振它其实在乐群二路上 现在算是这个总价王 但是在以大值豪宅来说 国美大振其实是仅次于像明水路的戴观山 现在单价232万 然后还有这个地井水花园214万 而这次其中顶楼的一户买主外传就是林志颖 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选在大值制产 早在2002年他就买下河景第一排 圆山岳阳楼一共两户 目前市值超过8000万 家中设计之前也在中国节目中意外曝光 客厅就像是儿子的游戏天堂 外传他家里更像个科技中心 电器设备都和手机相连 就算林志颖在大陆拍戏还是可以遥控家里的灯光 热水器甚至是窗帘 大值豪宅区它除了有这个河岸第一排的优势以外 它隐秘性也非常的高 然后房屋间的动具也很大 所以其实而且迪士区只有一桥之隔 所以很吸引很多政商民流或是一些高资产主会在这边置产 更有大陆网友之前po出这张照片 表示就是林志颖买在北京的别墅 室内空间超过百平 光是靠着两岸房产 让小旋风林志颖的身价早就晋升一元 俱乐部三岸房被地线折不到